杨阳恋情曝光引热议,明星私人生活该不该被过多关注? 杨阳,这个名字无疑是近年来娱乐圈的热门人物。 她的演绎才华和俊朗形象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追捧。 然而,近日,一段关于她的恋情曝光消息再次让她成为舆论的焦点。 据悉,杨阳被拍到与一位神秘女子在街头甜蜜拥吻,这一画面瞬间引发了公众的猜测和热议。 有网友爆料称,这位女子并非圈内人,而是杨阳的大学同学,两人已交往多年。 不过,这一说法尚未得到杨阳本人的证实。 无论如何,这一事件再次凸显了娱乐圈明星们的私人生活,始终是公众关注的重点。 粉丝们对杨阳的恋情充满了好奇和关心,而一些网友则表示,希望杨阳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。 杨阳恋情曝光引热议,让我们不禁思考,明星们的私人生活是否应该被过多关注。 公众对明星们的感情生活究竟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? 从一方面来看,明星们的私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选择,他们有权保护自己的隐私。 过度关注明星们的私人生活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和压力,甚至可能影响他们的感情生活和心理健康。 因此,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权和个人空间。 然而,另一方面,作为公众人物,明星们的行为和言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 他们的行为和言论会对粉丝和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,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更为显著。 因此,公众对明星们的感情生活持有一定的关注是合理的, 这有助于监督他们的行为和言论,同时也有助于引导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。 总之,我们应该在尊重明星们的隐私权和个人空间的前提下, 对他们的感情生活保持适当的关注。 同时,我们也应该引导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, 让公众明白,虽然我们关注明星们的感情生活, 但并非鼓励人们过度追求明星的生活方式和行为。 2.整形医生分析,什么是帅的构正之洋洋的帅和别人的帅不一样。 总感觉洋洋的帅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人,因为洋洋帅的构正。 第一,他的背书构正,解放军国防大学毕业,军艺校草,三观必定很正,有自己的底线。 穿上中国军人的长服,制服诱惑我不敢说,最起码的安全感满满。 如果是拍军旅片,就算是拍只有男生喜欢的战狼题材,那一定是男女通吃。 第二,轮廓构正,洋洋的体驱是他最大的亮点。 湄公鼓很锋利,外加有一定的眼窝,眉心三角区的ABC面界线都很明确, 这一点会让他的眼睛和眉宫有更好的联动,情绪的表达能力也会更强。 在颧骨和下合脚方面,洋洋也有一定的特点。 洋洋算美男吗? 毋庸置疑,这是肯定的,但他和一般的美男还真不太一样。 洋洋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,他的颧骨都要突出很多,还有他的下合脚,甚至对于其他男明星来说都要长很多。 这样的特点会让洋洋更加的抗老,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,也就算是面部脂肪退去以后,他的面部也会变得更有故事感。 所以我个人觉得,相对于其他美男来说,洋洋以后的细路也会更长。 第三,五官和轮廓相得一张。 都说洋洋眼睛小,但其实如果他眼睛大了以后,反而会显得很不协调。 他的眉骨饱满是可以藏眼的,让他的气质变得更加清冷一些,如果他的眼睛比例再稍微大一些的话,就会多一丝柔气。 参考对象也就是金城武,说他是硬派吧,他的眼睛就会让人很出神,说他是美男,但他这种绞柔造作又不太适合他的这种硬轮廓,所以我觉得洋洋其实都是刚刚好。 洋洋各个零件部位相互呼应条件都非常完美,媒体其实也不用老对他的这个什么颧骨,眼睛修饰来修饰去的,率是藏不住的。 洋洋各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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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